中華館到底有什麼好吃的美食 跟有名的孤狀咧 咱可能是很了解 但是小孩就不一定囉 所以中華館Q國團中華館團委會 為了要讓家夫妮可以在 書家的最好期間 有不同的發肆機會 特別幾月到中華文化一日小旅行 讓這些家夫妮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家鄉 中華空主廟是有自己的孤狀 還真的了解的人並沒有嘴 中華館Q國團中華企團委會 基本特別交代中華家夫妮來到空主廟 體驗空主廟的魅力 中華館以外也是Q國團中華企團委會的 主委文智華標誌 優娜已經在要結束了 更加要重視小孩的親主給我 優娜很多家庭出去玩是很簡單 不過對家夫妮來說是很大的基盤 所以今天Q國團中華企團委會 特別幾月這段活動 好家夫妮可以有機會來中華鼓聲出 感受到社會的溫暖關心 因為其實今天已經是暑假接近尾聲的一個時間 那這次我們彰化市團委會 我們所有的志工好朋友們 就是邀請我們家服中心的小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們彰化的這個小旅行 那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文化的巡禮 讓孩子們可以更加的了解 我們彰化其實是一個歷史古蹟的一個城市 那也希望這些文化的涵義 以及他們所留下來的意義呢 不要就是讓孩子可以了解到可以做一個傳承 雖然天氣很暖 不過小朋友可以出來試圖是都很開心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中華空主廟的味蜜 為什麼今天又想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在家也挺無聊的 然後又想說就來那麼多次了就還是來看看吧 因為之前就已經很久了現在也晚了 然後現在早上就要上課 然後就沒時間下午也關 紅廟也關了 所以就講說今天趁現在來認識一下 中華跟府中心轉完標示 經濟路小的家庭 真的因為主緣 經濟條件的犯罪 家庭只能不能上班 感謝救護團中華集團委會在校園的時候 讓他們不一樣的核心 也希望在過程當中 可以發作無限的力量 支持家庭的生活 並且在立同成長過程當中 可以更快樂 新中華新聞 北ия林中華 彩虹輛的 您 Beau